中華海膽凍 我們今天用的話是馬克海膽 牛龍蝦海底凍 那它旁邊這是什麼魚 干貝 然後上面也會搭配一些像是生魚片 然後還有日本的甜蝦 起邊肉 我的天啊 味道如 然後我們看到我覺得符合我們的成本 然後可以給客人的 我們就是把它呈現在我們客人裡面 不管是生魚片的豆飯裡面 或是海鮮的味噌湯 像今天的小驚喜就是我們家的燈梯蟹 超多 是不是超多 那它的料超多耶 歡迎你們來 我們這邊如果有客人進來用餐 我們就會先招待他熱湯 然後跟熱茶 你們的料也太多了吧 對 其實我們的湯跟飯都是讓客人可以無限序 這可以無限序 料也有嗎 料也會有 這樣會賺嗎 這個要問老闆 那這裡幫你們介紹一下我們的蒸蛋 哇 這個比較特別 它上面那個有微炙燒的食材 它現在是我們現在秋冬 算是珍貴的食材 它叫鱈魚白子 我們已經算是 等級算滿高的鱈魚白子 然後把它放在我們的蒸蛋裡面 我看你長怪 它其實跟豆腐比較綿密 這個蛋 入口即化 多化多化 我不信 綿密的 因為有一些蒸蛋是你要咬 可是它就會吃下去 好嫩喔 然後我們蒸蛋會做得比較嫩一些些 喔 我的無你這是什麼的 我們的吃後花海膽凍 我們今天用的話是馬上海膽 海膽凍 那其實下面的話搭配的話會有不同 像我們自己煎的玉子燒 還有尊魚卵 那喜歡吃蒜的荊棘的話 都可以擠一擠上去 然後我們就是用湯汁往下挖 就可以直接吃了 這我一定要吃到 1 2 3 3 3 我寫320 我寫550 725 你們知道海膽有多珍貴嗎 欸我進不來耶 你們這價位太高了 接下來的東西我都吃不下去 因為海膽就是一定是我第一名 你看看那個 霧霧你看 我的天哪 味道乳 你不要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海膽超甜美 怎麼牙齒都植了呢 超新鮮 超鮮甜的 你說這是北海道對不對 北海道 吃下去超級幸福 這天啊 這真的超好吃 好 我們再來下一道 好 來 這個是澳洲的玫瑰龍蝦 玫瑰龍蝦海吉東 那它旁邊這是什麼 然後魚鵝 乾杯 然後上面也會搭配一些 像是順魚片 然後還有日本的甜蝦齊邊肉 然後順魚卵跟西鮮這樣子 哇 1 2 3 我比較高了 980 耶 好啦 可以 這蝦看起來就很Q 我要吃龍蝦了 媽咪她第一次踏進這種店 終於可以 早安 早安什麼啦 現在已經幾點了還早安 很扎實 非常加實 就是說真的 因為其實雖然是980 聽起來價格蠻高的 但是 超值得 真材實料 海鮮愛好者來這邊 應該會瘋掉 我已經覺得每一道 我都很想吃 但我的胃沒有那麼大 我們今天有點小驚喜 還有什麼驚喜 來 我可以接受 真的嗎 在後面 什麼東西 該不會有一個帥哥要出現了吧 哇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海鮮界的小鮮肉 怎麼就看到了 怎麼會啊 你真的很懂我們的菜 你真的很懂我們的菜 你真的很懂我們的菜耶 可以尊重我 原來是你 我也看到了 哇真的是很極品 沒有啦這裡主要是這個 現在呢我們就是會去基隆 看到地 然後去買一些食材 然後只要我們看到 我覺得符合我們的成本 然後可以給客人的 我們就是把它 呈現在我們客人裡面 不管是剩餘片的丼飯裡面 或者是海鮮的味噌湯 像今天的小驚喜 就是我們家的燈梯蟹 超多 是不是超多 它的料超多耶 當然是不用 免費 所以裡面也不會可以吃螃蟹 怎麼可能 有時間 有鹹 願意肯 真的很棒耶 那如果湯也喝飽了 那我們飯其實也是可以 無限提供 就是客人如果有希望 有需求他想要再吃一點 那我們就是再一公分 你到底喝了沒 我喝了 我喝了一口 鮮到不行 重點是你一直 你那個蟹味會越來越 還有那個蝦頭放進去煮 很濃郁 這個湯頭 這個蟹我真的跟你謝謝 好不好 謝謝 這邊找到 茶餐